我们进一步就带你来看到 昨天台股是回补缺口 最后急拉百点整个转折性的过程 不是表现疲弱 31号台股受影响 但盘中行政院宣布新财长的人事案 台股上演神龙白尾戏码 又黑翻红 最后一盘由金融电子领军 瞬间急拉指数跳升62点 中场上涨39点 以7301点作收 成交量970亿 手助7300点关卡 台股逆转胜 外资圈人士认为 这绝对是城市交易造成的结果 并推测可能是 因为MSCI宣布调降台股权重后 台积电等全职股得到特定大型外资 借券放工 选在昨天最后一盘回补 台股才会在尾盘戏剧性上涨 目前台股月线连三黑 不过5月跌势收链只下跌202点 反而认为近三个交易日量能扩增 31号成交量创5月来次高 预估在6月17号 希腊改选前 台股将会有一段空窗期 指数反弹上看连线7641点 都在新闻做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